法国球星姆巴佩和队友一下拉筋一下传球 积极为氏族决赛备战 但夺冠之路却杀出陈咬金 冠军赛开赛前夕 法国队两名主力后卫瓦拉内 以及科纳特也传出感染流感 总计五名球员出现症状 恐怕重重打击法国队的士气和威力 法国主帅企图稳住阵脚 淡化病毒带来的不安 毕竟面对最强球员梅西 除了实力气势也不能输 率先杀入决赛的阿根廷 将披上蓝白条纹球衣 因此法国队预计穿上全蓝色战袍应战 和他们四年前夺冠时穿的球衣相同 希望能延续气场迈向二连霸 但阿根廷来势汹汹 有不少球迷赶在最后一刻 飞往卡达拱向胜举 而已经在当地的观众还没开打 就先嗨到把卡达变成补业城 阿根廷对上法国实力不相上下 根据台湾运彩截至17号晚间 法国夺冠的赔率是2.4 阿根廷则是2.3 只有些微差距 潘帕斯雄鹰对决高卢雄鸡 大力金杯录死谁手 不到最后一刻不见分晓 三立新闻是张报导